今天的最后又不到两个小时 好 下面给大家开始提问 我们要看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 中国特色 我们自己要坚持的中国特色 以及在进入新时代以后 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些特征 特点 其中应有之一 也就是说科技现代化 成为科技强国的真诚上 科技创新刚才我说了 本质上是人才创新 人才驱动 也就是说要围绕人来加强改革 比如说我们在科技的一些政策方面 怎么能够让愿意创新 有创新能力 取得创新成果的这些人 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 总书记说的要求的三个面向 国家战略意志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和科学家的兴趣 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 科技的国际合作 以及在科技的产业化 以及支持更多的人 来参与到科研活动 科技创新创业等等方面 这都是我们下一步 要通过改革 来实现的一些目的 或者是改革的一些指向 谢谢主持人 王部长您好 我是科技日报容领 各方面的意思 做这个事 一路上 创新的步骤